回来节目时间 北角康福园的单位装修费65万 设计着重空间感又讲求修饰横梁震位 设计师特别花心思以长营的灯壳淡化震位 将缺点变成焦点 另外露台用截门厨房变开放式 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 北角康福园的单位设计是带出温暖自然的感觉 所以用了不少天然的建筑材料 像墙上铺上灰色仿天然石瓷砖 餐桌用了天然石材 地上铺上仿木纤维地板 连带储物柜也是木纹设计 室内大部份地方用上同一个色系 但感觉并不单调 留意我的柜柜很少是全高 或者整大座的效果 我希望有些高高低低 长短短短闊窄 不同的轮廓不同的组合 去营造一批家司 再配合一些石材 或者一些油漆的长生 可以令层次更丰富 单位另一个设计要点 是要扩阔空间 被屋主有足够地方 摆放大型乐器和招呼朋友 所以设计师旧厨房和露台入手 用了一个开发式厨房 免得有朋友在用餐 起菜或倒杯水等各样都方便很多 而且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望通厨房 出来的感觉会更大一点 再加上我后面这个位置 我会做一个外面的烫门式设计 如果多朋友起来的话 你打开了一个露台盘 可以将露台的空间 和厅的空间共用 招呼朋友上来的流量会大很多 而且会灵活一点 配合主式的流程 厨房工作台面是U型 局楼下面加装搏洞台面 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拉出来摆放用具 单位天花震位和横量多 而且高低不吉 加装假天花可以令到视觉统一 但就会加重压迫感 再以设计师利用特製的灯色 将缺点变成室内的设计焦点 我会用一些木的元素 去挖这个阵的好的地方 带来一个新的层次感 有一个长形的挖 拌穿了这条阵之余 其实我这个挖中间 会隐藏一些射灯 我在不同的位置放射灯 令整个厅的灯光布局 平均了很多 走浪天花用了同样的设计手法 旁边的装饰柜以青玻璃造成 来自射灯 可以突出里面的装饰和摆设 单位原本有四间房 考虑到自己的屋主夫妇两个人居住 主人房和旁边的客房打通 固执全屋的主题 认造质鉴和温润的效果 床身、柱墨柜和地板都是木製 睡火同时是屋主的私人品酒空间 柜里面装了红酒柜和冰箱 不同次采用玻璃分隔确闊空间 互相 好